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由宁夏博物馆和福建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和和共称 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展在宁夏博物馆开展 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图 它全长1.4万公里连接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通过路线图会发现分为东西两线 东线到了现在的韩国日本 西线是过了东南亚 最远是到非洲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连接了亚非欧三州重要的一个贸易通道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展台上的三件瓷器 左边这一件的话还是五彩的大盘 它以翻红为主 上面是航海螺盘大鱼的一个图案了 典型的欧洲审美而侧边这两件青花小帕 我们看人物的发饰和服饰是日本人的一个服饰特点 那这三件呢就是明显满足当时出口需求图案的一个特征了 没想到那么早我们的出口业务就已经实现了定制化需求了 在出口方面呢 我们不仅实现了定制化需求 对其他国家制造瓷器的记忆上呢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的 不仅是白底青花的青花籽深受阿拉伯地区人们的喜爱 我们看到展柜中的明星彩词 也是当时深受欧洲贵族的一个喜爱了 像后来日本的伊万里还有德国的梅森子都能在这些彩词中找到痕迹的 那海上丝绸珠呢不仅仅是商品的出口 那像我们现在吃的葡萄石榴都是通过丝绸珠传进来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唐代的真芹瑞瘦葡萄镜 那上面就有葡萄的花纹着装饰 那其实除了石榴葡萄像我们用的香料 当时很多也是从国外然后进口过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清中期的一件南右天球瓶 它这个造型呢是创烧于民旅乐年间 然后这个造型呢是深受当时西亚文化的一个影响 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一个见证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递的和和共生 美美与共之道 展现了大海的自然之美 人与大海的互动之美 海上贸易商品中渗透的艺术之美 和文化交流交融的心灵之美 阐释了海上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 更是文化之路的内涵